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今天接手最後一場 那剛剛大家聽到了很多 關於我們園區內可以提供的一些服務 那我最後一場呢 是想要讓大家知道 如果想要使用剛剛那些服務 走到那一步之前 大家還要做一些基本的確定 還有有一些儀器的需求的時候 就歡迎大家來找我們 我們有一些大家在 貴公司還沒有儀器到位 然後人才還沒有到位之前 所需要的一些所有基本的需求可以滿足 我們設施是建構在先進的設施平台 然後我們有專業的技術團隊 藉由我們平台的服務的開放諮詢 給我們升級產業 在開始 一開始資金還有技術人員上 缺口上還沒有到位的時候 我們扮演 喬街的角色 讓各位可以在剛開始有一些新idea 然後還有一些資金跟人才缺口的時候 有一些好的開始 我們設施的主持人是神嘉玲研究員 那我們設施主要是在園區A洞的四樓五樓跟六樓 我們可以幫助生醫專業研究 然後是要開發跟能創 藝術應用有效 然後旁邊是QR口 如果大家有任何需求可以掃一下 就可以有一些我們基本的一些 遺器的介紹 可以提供服務的基本介紹 我們除了像我剛講的有一些儀器 然後我們技術人員的提供 還有一些教育訓練 或者是我們平台技術的說明會 或者是一些關於相關的專題的演講 另外我們也提供一站式的服務 就像剛剛我們舞場所有人員的介紹 就是一站式服務 我們也是有相關的提供這樣的服務 包括我們技術開發的交流 或者是專案服務 然後一些委託也就 所有小小大大你們的需求 都可以在我們來諮詢 如果你們想要有一些自行操作方面的需求 我們也可以提供協助 讓你們可以很快的上手 然後讓你們的人員也可以自己使用儀器 我們跟全台其他供應設施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們 有專案服務 可以經過資訊以後 可以客製化你的需求 然後滿足你的需求 然後服務大家 我們的平台呢 有高階或微路影像分析平台 然後有自動化細胞活性分析的平台 然後有數位化組織病理分析平台 細胞分析 幹細胞 NGS相關分析 還有最近新架構的自動化幹細胞分析系統 再次強調一下 旁邊QR code可以掃一下 然後有很多相關細節可以 滿足大家可以去了解 或者是可以上我們的網頁 或者是我們的電子郵件 可以聯繫我們 進入到網頁以後 有一些儀器設備的介紹 大家可以點進去 可以了解 那接下來我就 很快速的介紹一下 我們的平台 有哪些服務可以提供 第一個是 自動化細胞活性分析平台 那我們有提供高通量影像篩選 就是High Content Screening 或者是你們有一些 3D、2D藥物篩選的需求 然後另外一個是 高通量影像的分析 或細胞分析 或是OutCycle的分析 這些呢 可以就是 經過諮詢 我們可以幫忙 代為操作 或者是你們有自己人員 想要自己上機的需求 我們可以協助 那服務的項目 包括就是 記憶養 環境培養 自動化檢測試劑處理 細胞型態分析 高含量的影像篩選 就像我剛剛講 High Content Screening 然後 海馬生物能量代謝體的測定 自動化細胞藥物處理實驗 自動化效率分析方法 分析 另外還有就是 如果你有細胞長時間培養 分析的需求的話 我們可以滿足 仔細 就是細節相關 需要再進一步了解的話 可以聯繫我們的 剪教育模式或者是 錄運翔專員 那我們提供的儀器 我簡單列了這幾個list 包括就是我們有 High Content Images System 另外自動化超過平台 我們可以有自動化的儀器分柱 或者是多孔盤的清洗 另外就是自動化儀器的分柱轉移 或可能如果有自動化的需求的話 我們也可以待會的設定 那儀器 結果的判斷 我們可以使用 銀光或冷光 或者是穿東光訊息的判斷方式 或者是 剛介紹的 High Content Images System的方式 來進行形態的分析解讀 也是容易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可以經過諮詢 然後有專案服務 滿足大家的需求 一樣就是我們可以 細節部分請教我們的簡博士 另外就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還有一些 微虛養的操作平台的話 我們也有相關儀器可以提供 另外生物能量排碼 代謝測定益 我們也是有相關的儀器 可以滿足這方面的需求 另外就是Alegris Bar 相關如果有需要的話 接下來是 今年剛設置的 自動幹細胞分化系統 就是如果 各位有IPSC 相關Defengation Culture 的需求的時候 相關細節 我們也可以就是 找我們 正義分博士 接下來是 高階多緯度影像分析品牌 接下來是 那這部分就是 如果我們 就是貴公司 或貴單位 還沒有 高階影像 在儀器相關到位的話 如果有這方面的需求 而且有人員 想要自行操作的話 我們也可以提供 儀器 讓大家可以自行操作 那如果 各位公司或單位 人員還沒有到位 需要有人忙忙做為操作的話 我們也是可以 執行這方面 結果自選之後 那服務的項目 細節部分 包括我們有 共二交影像的 或者是縮時影像的 大圖空間 3D影像結構的重組 這個可以用來觀察 各細部的cell 之間的結構 細微結構 那如果是有一些 活體 活細胞 相關需求的觀察 縮時影像的需求的話 也是會有相關的 儀器可以滿足 另外還有 超高解析度的顯微影像 那如果各位 有細胞間反應 或者是 蛋白質 Fooling 效果觀察的分析 或者是 即時 非常些微觀察的 傳遞蛋白在細胞間的 分布跟影像 或者細胞細胞 蛋白質 蛋白質之間的 安全 相關的需求 等問題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 高維度 多接影像的分析 來滿足你想要問的問題 另外是 細胞磨動力學相關的觀察分析 或者是 你想要用 光漂白後 螢光圖元分析的方式 來解答你的問題的話 也是有相關的 影像的儀器可以滿足 另外是 全光圖掃描分析 最後 接下來這個平台 還有 我們今年新進的 就是 有 新興公司 他們所提供的 光標法 它就是全球 它是第一台 細胞內 可以抓飾的 顯微影像系統 可以精準的抓取 有未知的蛋白 然後 配合之後的 蛋白質屬化 然後 脂苦疑的分析方式 可以找到 我們特定 未知新的蛋白質 然後我們 將來 有機會就是可以用於 再做 細胞或是 零裝器 偏向的分析 我們平台內 所提供的 儀器系統 就像我剛剛 提到的 我們可以提供的 服務 然後 接下來 列出相關的 儀器 希望可以滿足 剛剛如果 有需要的那些 研究需求的話 包括 Nikon的電動 繩靜系統 然後還有 蔡司的 Convoco的 顯微 照相系統 包括 細胞 或者是活細胞 系統 你可以 邊 培養 邊觀察的這些 活細胞系統 然後還有 YKAR的 這個 白光碎 倒立的 共惡膠系統 然後 你可以 就像我剛剛 講的 如果你要分析 比較細微的 蛋白質 蛋白質間 或者是 高速銀光 生命周期影像的話 這個系統是可以滿足的 另外一個 就是 活體 細胞的觀察 如果 你有一些 活體 影像 組織 Local 的觀察 需求的時候 我們有 這個 多光子 系統 可以滿足 另外還有 我想我剛剛介紹的 新西的這個 新的 儀器光標靶 可以滿足你 就是如果想要在 局部 特定的 局部的 組織內 你想要挖取那個 組織 那個局部 對這個組織 它裡面還有哪些蛋白質 有一些 想要進去了解的話 這個光標靶 也是可以滿足你的需求的話 是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所以 以上這些儀器 可以提供大家可以自行操作 或者是 您想要我們提供您 影像式的服務 可以過來找我們資訊 然後我們可以 從奈米級的 分子的層級到 3D 組織 多光子的造影 然後自動化 通量細胞的影像 或種組織 並離的影像 都可以 特製化 你們專案委託的這個服務 然後包括影像 Sample的製作 或者是影像的擷取 跟結果的分析 提供便利 那細節的部分 我們就是 有羅力文博士專業的 提供的資訊 跟另外 曾經專員 也可以提供服務 接下來是簡單的介紹 我們中心有 數位化輔資病理分析平台 那 簡單講就是 如果有一些 病理切片上的需求 需要我們幫忙 你們來製作 或者是你們想要自行操作 也都OK 那提供的服務包括 組織的脫水 爆脈 蟹片 染色到封片 另外 組織的掃描分析 然後將組織 撥片 轉化成數位以下 然後提供細胞的 標誌染色 個別拆解跟定量 然後我們提供全自動化 根式生物分析儀器 可以執行 30多種 臨床生物的檢測效果 這個部分一樣 可以諮詢 諮詢 簡博 教育博士 或者是無藥文專員 儀器相關就是 如果你有自己想要上機的需求的話 我們有提供自動的 包括組織脫水機 石蠟組織爆脈機 切片機 或者是自動封片機 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另外還有 組織掃描或 並比分析的系統 一樣就是 如果你們想要自行上 或者是我們提供服務 這方面 都是沒有問題 歡迎來諮詢我們 接下來 介紹我們的 Sell Analysis 跟收聽相關的平台 就是 細胞分析跟 分選平台 我們提供 幹細胞表面 抗原的鑑定 免疫細胞組織的分析 各種類型 細胞分選 另外我們可以支援 P2等級的樣本 細胞內的蛋白質 DNA 和Axon的檢測 另外就是 實驗樣本的諮詢 然後 支配 分析 另外就是 如果還有一些 技術 相關的開發的需求的時候 也是可以 來 找我們 諮詢 然後 一起來 研究一下 然後 是不是 可以代為 操作跟 分析的 這部分 可以找我 我是陳寅博士 然後 還有 毛埔衛專員 我們提供的儀器 有 BD的 16色細胞分析儀 SR2 然後 還有18色的細胞分析儀 另外 還有一台 高透量的自動化細胞分析儀 分選儀的部分 我們有 9色或是4色 滿足你們的 任何需求的細胞分選儀 另外還有一個 低溫自動上漾的免疫細胞 3分1 同樣 我們也是 提供專案服務 有專案性的 常規的服務 包括 如果是Human sample的話 我們有 人類免疫細胞族群的分析 提供 血液 我們就可以幫你分析 45個族群 叫population 另外 如果還有一些 人類幹細胞或小不幹細胞 表面抗原的鑑定 也是可以提供服務 或者是 小數免疫細胞褲群的分析 免疫細胞器官的分析 或者是腫瘤周邊分析 一些相關需求 像Mark 或者SpealMark的需求 都可以提供 另外 一樣 還是 可以經過諮詢以後 有一些特質化 滿足你們任何有關細胞 分析相關 研究的需求 可以提供服務 我們中心 也有 行進的相關於 外密體鑑定的儀器 那 這個儀器呢 目前是 由簡教育博士負責 如果有相關需求 那些細節等等 可以進行我們的檢博士 另外 相關於 Single Cell NGS 相關的分析的話 我們 目前 也有提供相關的專案服務 服務內容 就是 精絕對盡量的分析 或者是精拷貝 數變異檢測 精點不變檢測 然後 就像剛剛提到的 單細胞核酸 要追尋全基因健庫與分析 然後 循環 腫瘤 細胞團的接續 鑑定跟分析 一樣 我們有提供加按服務 單細胞全基因健庫 精準數位化 核酸檢測 那 我們可以有效的 優化 你們的 就是提供的 sample 細胞的存活率 然後來健庫 有效率的健庫 跟精準的核酸分析 一樣就是 有一戰式的服務 經過諮詢之後 我們可以客製化 你們的需求 然後 幫你們實行實驗 這部分 我們有非常有經驗的 小吉祥專員 或者是找我 可以 來一起研究 討論一下 單細胞分析 就像我剛剛 簡單的介紹 我們使用的機器 目前使用的是 BD RACITY 這個系統 那 如果大家有興趣 經過諮詢之後 我們可以幫忙健庫 然後 之後呢 經過討論 然後 希望 就是 滿足這位需求 希望做 怎樣進步的 NGS 接下來的分析 然後 幫忙 大家把 BIVORMATION 的資料 分析 然後拿到結果 另外 就是 如果後續有一些 targeting 的 validation 的話 我們也提供了相關的 儀器 可以讓大家 做接下來進一步的 一些 確定 一些PCR相關 儀器的需求 QPCR 或者是其他 PCR 或者是 分析相關 分析的需求 我們 有些武器 可以提供 最後 還有 還有一些 聲音 共同 實驗 儀器 相關需求的話 如果 各位 公司 或者是 各個單位 還沒有一些 儀器 就是一些 比較general的儀器 還沒有到位的話 我們也是有 相關的儀器 可以滿足的話 這個部分 我們 可以 就是大家可以 來 跟我們 簡博士 或者是 朱鴻章專員 來聯繫 另外一重點是 這些儀器 就是免費使用 以上是我今天簡單的介紹 以上是我今天簡單的介紹 那如果 大家還有一些細節上 需要再進步了解的話 我們的團會在那裡 然後沒有一些 相關的海報簡報 在那裡可以 大家可以 自由拿去 另外就是 也可以掃一下我們的QR Code 我們 會有細節在 網頁裡面 謝謝 謝謝 我們要介紹